我又开口说话 会不会被他认出声音 姑娘 怎么不说话 老先生 这些剪纸 剪法可真多 可都是您亲自剪的 是啊 姑娘看来懂行啊 我自幼学过剪纸 懂一些技法 您的手艺真不错 你慢慢看啊 舅舅 那女子便是罗府七姑娘 七姑娘 七姑娘 这位是我舅舅 安北侯陆家旋 之前跟你提过 与你一样喜欢剪纸 没想到 今日又在剪纸探前一件年 幸福啊 七姑娘 在下陆家旋 姑娘怎会 一个人在此 是和家人走散了吗 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她之前有眼睛 没看到我容貌 我如果开口说话 会不会被她认出声音 姑娘 怎么不说话 找到你许久 怎么从这儿来啦 三公子 陈公子 舅舅 这位是罗府三公子 罗慎也 久仰 久仰 陆侯 陈公子 没想到陈公子在罗府跟我一面之缘 还能记得我 我俩虽未正式见过面 但山远兄曾遥遥替在下介绍过 今日恰巧同舅舅来此处 遇上了七姑娘 但七姑娘不知为何 怎么突然无法开口说话了 舍妹 近日生了一场大病 烧得把嗓都烧坏了 还未康复 若有失礼之处 还请二位海漢 那身体要紧 七姑娘过去好好休休 祝你早日康复 期待再会 告辞